搭起棚子 黎明陸續準備公平 一同來祭拜鬼神 表達敬意 台北市中正區往西里 每年舉辦社區中原普渡 提供場地設備 讓民眾齊聚參拜 同時聯繫社區情誼 就來這邊 我們里長很好 他每年都有舉辦 我們每人都來這邊參加 身邊交流 大家 朋友可以聚一聚 我們的里長很親切 對黎明很好 平常都很照顧大家 所以我們每次聚在一起 都像一家人 平常可能對祖先 好像是在另外一個世界 可是今天的時候 大家把這個錢子 給過世人懷舊 懷念祂 感念祂的恩德 所以就配合我們市政府 在這天的時候把這個金子 寫出來 懷念 讓祖孫也看到 原來這個過去的這種仙人 為這個社區 為這個里里面 貴族家庭的貢獻那麼多 在這個時候 我們懷舊 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 配合政府這樣做 所以我們每一年在這個普渡市 一定要跟大家宣導 一定要出來來做一個小小的一個 這種紀念性的一個活動 大家都很願意配合 我們感到很欣慰這樣子 里長也配合師父推行環報集中燒金紙 尊重宗教信仰同時兼顧減少空氣污染 里長也特別挑選參加活動的小禮品 籌備大小事滿是新意 比方說燒錢紙這些 對環境污染他特別呼籲大家集中處理 所以我們往西里每一年在辦中間普渡市都宣導 大家集中在一起能夠配合政府政策 對這環境要有非常好注意這些小的細節 所以大家很能夠把這個新的觀念通通帶進來 所以里面尤其是周邊的里面 通通一起來共襄盛舉 我覺得這是教育的達到一個非常好的效果 因此我們在這方面都在宣導 另外就是每一年我們藉這個集會 讓大家能夠聚在一起 有一個社區營造的環境 大家人和人互動非常好 因此如果說每一戶來的時候 我們要送一個平安米 這個平安米也是我們精挑細選 我們叫做一個七葉藍香米 這台可以講數一數二的一個良質的米 這給他一種精神的一個慰問一下 所以今天來了大家結個圓 這個米我不是替他打廣告 做起來非常的美味 大家看著這個也願意出來 大家聊聊天 聚一聚 這是一個我們在社區裡面的 基本盤應該跟大家凝聚的一個好的時機 跟一個好個點 年紀比較大的長者 然後附近的居民 剛好都是轄區的民眾 那我們就會藉由大家人比較多的時候聚集起來 我們就是會進行一個反詐騙或是反讀 或是比如說選舉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行一些反貪污的一些宣導 那告訴阿姨伯伯們 就是最新的詐騙的手法是什麼 那就是有問題都可以到我們派出所去做詢問 那我們都會跟他們分享一些 我們最新碰到的事情這樣子 對 像今天我是剛好來宣導反讀 然後就是有一些讀影介製的機構 那都會介紹給大家 對對對 然後就是都會順便說一下 最近新的詐騙的手法是什麼 比如說一樣 可是其實手法其實都蠻 對 都蠻接近 比如說異地鏈啊 外國的那種 或是 房子 房子的裝潢費用之類的 那我們其實銀行的銀行機構 他們其實都已經很敏感了 對 都會馬上通知我們派出所 前往去關懷提問 對 所以有時候真的都要請這個辦公室的這個助理當我的分身 因為有時候譬如說像兩點 就在現在兩點 我可能呢就是已經有 同時有大概有七場在這個時間點 那我一個人可能分身發出 我很怕說我到了之後 人家就已經收了 然後就來不及的時候就要請助理出來幫忙 然後但是如果我可以的話 我基本上我都是一個人要到 對 我來講的話就是因為一年有幾個大節日啦 那包括普渡也是其中一個 接下來有中秋節 然後我們都會自己去的原因是因為 平常選民可能要找我們的話 要嘛是選服跟我們約 那如果只有在這種就是公開的場合 就是選民就是可以看到我們 然後我們來跟他們聊聊天 其實常常在這種場合 我們也在接選民服務 農曆七月許多區裡都會舉辦聯合普渡 起安納服 各地都用不同的方式展現對中原普渡 以及對好兄弟的敬意 記者詢詢詢 台北報導 我們要塵你們一號 湊布